财经点评 点评财经 大家好 我是刘一龙 在AI狂潮的延续之下 我们看到纳斯达克 英伟达 费城半导体等等的指数跟股价 是在持续地走高 那么对于相关标的估值的评价 成为了投资者们是否要延续 参与这股AI狂潮的一个参考指标了 那么以市场的反升性来说的话 线下美股的这场盛宴 是否仍然能够继续来参与 而中国两地市场方面 近来的政策调整 又将会带来怎样的一个长远影响呢 就有相关问题 我们立即来连线 会委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的 投资总监徐伟华先生 Michael早上好 主持人早上好 我们看到尽管美股三大指数 昨夜是出现了一个收视的向下 但是标普500指数 也是一度创出了一个及时新高 纳斯达克也是处在一个 历史高位的水平了 那么AI明星龙头股 英伟达方面 更是创出了一个 急适和收视的新高 通常在投资当中 反升性这个概念 不但是可以用来判断泡沫 反过来也能来判断价值的挖地 那么在当下的时间点 您会如何来看待市场的反升性呢 首先我们知道这个金融市场的反升性呢 最早是由乔治索罗斯提出的一个理论概念 那么这个反升性的理论呢 是有点挑战了经济学中的传统观点 但是经过这多少 这么多年以来的实践来看呢 其实反升性是确实存在的 那么如何来利用反升性来研究金融市场呢 现在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我们知道呢 这个市场的这个核心参与者的主观信念呢 和市场价格之间呢 是有一个相互作用的 投资者的预期和行为呢 不仅是反映了市场基本面的信息呢 它反而会影响市场基本面本身 从而在市场价格呢 和实际经济基本面之间呢 它会形成一种自我强化 或者自我削弱的循环 那么举一个例子呢 就有点像这个当前的这个美股市场 在这个美联储加息加得如此之快 如此之急 在这样一个高位的话 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股票市场呢 还是异常的强劲 那么这个存在就是合理 就是市场就认为说 其实现在美国的经济是异常强劲的 否则不会说 在这么高利率的环境之下 还能支撑出这个股市这样大一个估值 所以说从这个就是 恰恰就是一个投资者 这个预期和投资者 造成的这个市场基本面变化的 一个相互作用 也就是金融市场的反映性 那么举另外一个例子呢 我们知道英伟达呢 最近是长得是如火如荼 我们知道市值已经超过了 阿美昨天晚上是到了 2.13万亿 实际上昨天还是冲高回落 可以说这个英伟达带动的 不仅仅是一只股票 而且是整个AI板块 甚至说是整个纳斯达克 我们知道这个超微电脑呢 是一年就涨了十倍 这个昨天晚上就涨了19% 然后AMD呢 我们看到也是上涨的是异常的迅猛 这个可以说这个整个这个股市之间 一个股票的上涨 达到一个很高的使用率 之后如果说长期在市场 保持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市场的投资者就会认为说 那么这样一个估值水平 这样一个适应率 就是合理的 因为这么长时间 这个股票就没有出下跌 这就恰恰是美国 现在这个美国 不管是科技区剧头 还是说现在整个AI板块 大家都是用了这样一个金融反升性的原理 来证明的说存在就是合理 来推动其他的这些滞涨的小盘股 滞涨的这个AI概念股 纯炒作股的这些概念 这些股票的上升 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反升性 作用到最后的阶段 实际上市场是不可避免的 会出现泡沫化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正反馈 是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 一旦这个资产的泡沫达到一定程度 可能会整个逆转这样一个 这个反升性的情况 造成说股票开始下挫 那么股票一旦开始下挫 就会进入一个负循环 那么在这个时候 反升性也会起到作用 说其他股票都跌的 为什么这个股票不跌呢 比如说现在我们来看 我们可以说股王苹果 最近都是放量下挫 甚至包括谷歌的下挫也很大的话 那么其他股票是否也要跟跌呢 可以说整个这个反升性 是在股票上涨的时候 是推波助澜 当股票下跌的时候 也是迅猛的推动股票的下挫 所以说我们看到 这个整个美股来看的话 现在这个七个巨头科技公司的 这个估值呢 实际上是相当高的 可以说是已经超出了 历史的这个股市泡沫的水平 但是市场也会认识到说 那么现在这个经济的情况 跟以前不一样 现在呢 因为有这个AI科技的加持 因为现在美联储 还有降息的空间等等来 用这些存在 就是合理的这样一个反升性 来解释当前的这个金融市场状况 我们认为就恰恰反映了 当前金融市场是一个 异常复杂的这样一个金融环境 我们知道这个不管是AI科技 还是说现在这个 造成我们讲的这个 AR 苹果 手机 包括说芯片等等 这些现在这个科技 已经和国家战略 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作为一个国家 作为美国呢 它是在这个七巨头的 这个市场上岗中呢 实际上是具有巨大的战略利益的 从这个层面来看的话呢 这个美国的金融泡沫 到底是如何破灭 或者说这个泡沫 会膨胀到什么地步的话 我们认为呢 可能不仅仅是金融本身 可能还牵扯到政治 牵扯到国家战略 甚至牵扯到这个 国家之间的这个政经形势 所以说从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这个美国 肯定是开始进入泡沫化阶段 那这个泡沫化阶段 什么时候开始破裂 或如何破裂呢 我们需要拭目以待 那我们再看回到 在中港股市方面了 那您认为 现在是处于一个 什么样的状态呢 那么在经历了官方释出的 金融反腐和政监换帅之后 看到市场开始出现了一些起色 那么这是否又代表着 市场气氛已经是脱雄入牛 那么当中反映的 这个中国自身的一些经济问题 上代解决的问题 还有哪些呢 首先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呢 自从中国股市 包括像港股呢 自从进到2024年以来呢 是出现了一个加速放量下挫 可以说市场价格调整机制呢 是已经完全失灵 可以说造成说市场的参与者 包括所有的参与者 可能都会受到了一些损失 那么在政府出现 出马开始进行调控之后呢 我们知道市场情况 现在有所稳定 投资者的信心呢 有所增加 但是从目前那个市场情况来看呢 我们认为呢 这实际上还是一个 熊市末期的阶段 我们知道在熊市的末期呢 市场情绪会达到一个极度悲观 股价触底 投资者呢 普遍对市场失去信心 而成交量呢 是大距萎缩 这个时候呢 可能是价值投资者呢 可以寻找一些低估值的股票 那么在股票出现这个价值调整机制 失灵的时候呢 可能政府要出手干预 来稳定这个市场的一个 基本的正常运作 我们认为中国的情况 恰恰是 现在是一个熊市末期的一个征兆 那么熊市末期之后呢 应该是一个牛市的初期 那么我们应该是可以看到 经济数据开始好转 投资者信心恢复 市场逐渐觉醒 而股价呢 开始上涨 成交量增加 那么在这个牛市初期的 这个觉醒阶段的价格上涨 通常是比较稳健的 而且市场参与者呢 是逐渐认识到了 经济复苏的这样一个真实性 当然也存在着说 对经济是否复苏的 这个不确定性和质疑 在这个质疑和求证的过程中呢 造成了牛市的初期 那我们现在认为呢 中国距离牛市初期呢 现在还是在 可能刚刚开始 到底这个中国的这个 整体实体经济 是否开始会出现好转 而且这个 对经济复苏的 这样一个真实性 如何通过数据 如何通过企业的 这样一些指标 能看到进行确实 我们才能认为说 中国已经进入牛市的初期 至于说进入牛市中期的 繁荣阶段 经济增长强劲 利润增加 大家投资者情绪乐观 投资者广泛参与 股价快速上涨 我们认为呢 这个实际上还距离中前 目前中港股市来讲 还是相距甚远 可以说这个 而反观美国方面呢 我们认为 其实美国现在是一个 应该是在一个 这个牛市后期 和熊市初期的一个阶段 开始已经出现拐点 经济数据开始放缓 但是呢 投机活动增加 市场对未来预期呢 过于乐观 开始逐渐忽略 这个基本面的变化 可以说中美的情况呢 可能是一个冰火两中天 完全相反的情况 当然具体的下一步演化呢 我们是需要静观 这些企业和宏观经济的数据 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发展 另外我们也要看到说 制约 这个比如说中国方面 就制约中国这个经济发展的 房地产 暴雷的风险 房地产的危机 如何去解决 当前的就业是否能进一步的提高 而对这个经济 实体经济发展的 金融资本市场的 这样一个健全 健全制度的这样一个重视 如何能确实的 把这个金融资本市场 来反补实体经济 来走向一个 逐步复苏的这个阶段 我们认为呢 都是还有在观察的 可以说中国 中港股市呢 目前呢 恐怕还是在 熊市末期 进入牛市初期的 这样一个阶段 那最后我们再将目光 看回到本港方面 上周呢 财爷陈茂波 是发表了新一份的 政府财政预算案 当中啊 可以看到 被讨论最多的 无疑呢 还是针对楼市 辣招的全面解封 随即啊 我们看到地产股方面 以及呢 在周末的新楼成交方面 都是见到了起色 那您会怎么来看待 政府这一次的 一个楼市方面的 全面撤辣呢 长远将会对市场 带来一个怎样的影响呢 首先我们认为 那个本次这个 香港政府的 这个彻底撤销辣招呢 实际上是一个 非常果断的 一个正确的措施 我们知道 作为市场啊 一般来讲 它是具有一个 自我调节机制的 除非是说 市场出现 非常过度的反应 不管是过度悲观的 还是过度炙热的反应的话 政府可能还会出现 一些调整 可以说之前呢 政府引入这些税收呢 也是因应的 当时填求了这个 一个非常极端的 这样一个楼市热草的状况 在现在呢 逐步恢复理性之后呢 迅速取消这一个政策呢 是恰恰尊重了市场 尊重了市场调节的机制 我们认为 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市场的调节机制 也就是说 当价格上涨过快的时候呢 供应量就会增加 会缓解这个价格的上涨 而在价格下跌之后呢 恐怕这个供应量就会减少 造成说需求的上升 可以说 这个整个调节机制来讲的话 在几百年的人类历史来看的话 其实一直是 还是有效的 所以说 香港政府呢 彻底撤掉这些辣招呢 让市场来控制这个楼市呢 我们认为是一个 非常积极的信号 我们看到 自从说这个撤销辣招之后呢 很多居民呢 购楼热情是非常高涨 那么我们知道 其实香港 如果一旦撤销辣招之后呢 香港的这个楼市的投资者呢 可能不仅仅是来自于香港 来自于内地 甚至可以来自于世界 四面大方 世界各国 可以说香港呢 作为一个亚洲这个东方民族呢 对这个中国人 甚至说对外国人 对海外人士都有很大的吸引力 我们可以说 香港楼市呢 目前看来的话 肯定是已经开始在逐步回软了 而另一方面 我们也看到一个指标呢 就是香港的人口呢 又再次突破了750万 这已经是连续两个年上涨 在疫情之后呢 香港一度出现了 人口的这样一个下跌的情况 那么这两个年呢 又开始重新涨上涨 现在又创造了一个新高 可以说这个充分说明了 香港对这个人才的吸引力 还是很大的 尤其是说 目前香港这个来的人口当中 很大一份是当时吸引的 这个专才和高才 这种高速的人群 那么带来了这样一些 经济活力 科技创新 以及说人才的这样一个储备 我们认为呢 可以说会进一步促进香港 这个不管是经济 还是楼市的健康发展 好 还有点时间 我们来关注一下 外围的这个吸引环境方面 现在就您的观察 您认为这个美联储 对于今年的降息态度 有没有产生一些 什么新的变化 那么对于今年 储局方面的这个降息步伐 和时间表 您又会有这个怎样的判断呢 首先我们看到 目前的市场最初的预期 是美联储会在三月份降息 但是现在呢 在美国股市 如日中天的情况之下 可以说市场普遍预期呢 美联储将在第三季度 才开始降息 降息之后呢 恐怕今年最多也就是降三次息 那么这个主要是因为呢 当前的这个经济指标呢 确实也还不错 另一方面呢 就是我们也看到 说有些通胀数据呢 并没有像想象中下得这么快 作为美联储来讲的话呢 我们知道美联储主席呢 鲍威尔周三周四呢 将会在国会呢 就货币政策作证 他估计会再次重申呢 美联储不急于降息 这个就有点像 我们中国俗话讲的 这个箭在悬上 掩耳不发 如果箭不发 就能达到箭射出去的效果呢 可以说美联储 是没有必要急于降息的 在现在这样一个 这个利率的水平 如果企业还能有一个 非常强劲的发展 是可以说为美国经济增长 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而另一方面呢 也会说将来 如果经济进入走向疲软 就业市场出现问题的话 美联储降息的空间 也会非常巨大 可以说让市场这个投资人士 让企业经营人士 是吃了一个定心丸 可以说美国的这个美联储 对这个降息 也就是市场对降息的预期 也就是说对宏观数据的 把握来看的话 他们也是操纵的如火纯青 可以说这个是切实的 推动了美国资本市场 现在做大做强 当然我们也看到 有一个小的插曲呢 就是说其实美国这个劳工部呢 在之前呢 是把这个CPI的权重进行了调整 那么这个呢 也是当时出来之后呢 也是市场是非常吃惊的 因为我们知道 在这个之前呢 美国劳动部是泄露了一封邮件呢 讲到是说 修改了独立屋租金的 这个数据权重 造成说去年12月到今年1月份的 这个通胀数据呢 实际上是超过预期 超过了这个核心通胀 2.9的预期 达到了3.1 当时是造成了一个美股的 这样一个相当大的一个下跌 那么也就造成说 美国呢 现在是通胀呢 并没有受控 美联储呢 不急于降息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 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为什么 劳工部会偷偷地修改 这样一个数据 造成说通货 膨胀这个数据 下降的比较慢 给了美联储 不要降息的 这么快的一个理由 我们认为是值得 投资者深思的 恐怕这里面呢 更大的一个原因 恐怕是说 当前美国这个资本市场 是如何吸引全球的投资者 这个造成一个强势资本市场 恐怕是最主要的原因 这个值得大家深思 是 明白 好的 非常感谢 Michael在今天早上这一时段 给我们带来一个分析跟解读了 那么这一节财经点评时间 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再会